第245章 完蛋了 王府警商场之内 嘴管熊啾啾气昂昂地走进了电梯 紧接着他伸手按了一下四楼 那儿可是国外奢侈品齐聚一堂的楼层啊 财大气粗的他呀 此时根本就不担心钱的问题 别说是买衣服了 就是买几家店对他而言 那都是轻松无比的事情 奶奶的 现在随管每天银行的利息啊 都已经是几十万了 况且还是有银行的行长打过来电话给他 跟着商量将那十亿多的余额存定期的事情 说实话呀 如今国内真正能够拥有十个亿现金的人 那绝对是鹤立鸡群的 毕竟这不是什么不动产以及股票 这可是真材实料的十个亿现金呢 换一种方式来说呀 这十个亿随管是随时都能够变现的 一个电话打过去就取钱 估计银行行长啊都得亲自出面 跪求他千万别取呀 小木啊 今天千万别跟我客气 尽管挑选 随管用着一种瓶泥天下的口吻 对着旁边的爱慕说着 瞧你那德性 爱慕没好劲地白了他一眼 紧接着便走进了哭泣店 挑起了衣服来 一个下午过去了 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 爱慕还真的没跟随管客气 他妥妥地在商场里边消费了两百多万 春夏秋通四个季节的衣服鞋子 几乎是买了个遍 同时还买了几个限量款的包包 而随管划出去的那两百多万 其中有一百多万呢 都是用在这些名贵的包包中的 就这些啊 随管满脸不屑地 看着自己手中那大大小小的 几十个袋子 爱慕白了他一眼 你还想怎么的 反正来都来了 内衣什么的 也不去挑几套啊 滚 就这样 随管一路被爱慕骂地回到了停车场 此时的时间呢 已经来到了傍晚六点整了 距离晚会的召开 也仅仅剩下一个小时了 上车之后 爱慕呢 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递给了随管 哦 这东西给你 这啥玩意儿啊 随管满脸疑惑地接了过来 反复地打脸了几眼手中的盒子 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我给你买的 赶紧拆开看看吧 随管闻言伸手抽出了盒子的丝带 紧接着就看见了一块造型大气的手表 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内 万国 随管有些好笑地看着爱慕 原来整了半天是块手表啊 也就是现在的他呀 才能够这么镇定了 要是换做以前 有谁送他一块万国的领航园 他蹦起来能直接将车顶给掀了 毕竟这么一块小小的手表 那可是价值三十多万呢 这么多年了 你到现在都还带着我上学的时候 送给你的那块天君表 现在是时候可以换换了 爱慕淡淡地说着 视线隐隐地聚集在了随管的右手上 确切地说 是对方右手手腕上那一块 有些老旧的手表 这一块手表呢 是当年爱慕还是学生的时候 送给随管的 价格也不贵 一千来块钱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随管这一带就是这么多年 几乎每一次见他 手腕上都会有那块表的踪迹 这可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件东西 我怎么舍得将它取下来呢 随管满是回忆地说着 思绪不由地返回到了当年 在校园的时光 我又没让你将表扔了 既然这块表那么具有收藏意义 那你就更要把它给取下来 好好地珍藏 免得到时候坏了 或者是掉了 说得也是 那我就谢谢你了啊 随管笑眯眯地将那块 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天梭 给取了下来 接着将爱慕新买的那块万国 给带了上去 将新表带好了之后 他把手中的那一块旧表 小心翼翼地装回到了盒子之中 打定主意 今后要将其好好地收藏起来 见随管如此郑重其事 爱慕的心中 也是忍不住地窃喜的 毕竟对方越是郑重对待自己 送出去的东西 就表明自己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走吧 咱们去酒店 一路无话 随管开着车 于六点半之前 来到了万豪国际酒店的停车场 紧接着 他便带着爱慕一起 来到了提前预定好的大厅 万豪酒店群雄逐鹿厅 这是酒店当中 最难定的一个VIP厅 同时也是最昂贵的一个厅 一晚上光是包厅的费用 就已经达到了七位数 这要是算上食物酒水供应什么的 一切费用起码超过两百万 不过这些钱对于随管而言 都是小钱啊 光是今天晚上这场拍卖会下来 他保守的估计 自己就能进账十个亿 两百多万对他而言 那不是小钱又是什么呢 见随管和爱慕两个人姗姗来迟 胖子挤眉弄眼的说道 哎哟 你们终于回来了呀 我还以为 你们今天晚上不来了呢 我原本还打算送你一样东西的呢 但是你既然这样费一无 那就算了吧 爱慕气呼呼的将原本 拿在手中的一个小盒子 给收了回去 闻言 胖子赶紧舔着脸说道 哎呀 我的爱慕姐姐呀 你可千万别呀 小胖我记得错了还不行吗 再有下次的话 看我不收拾你啊 说吧 爱慕不情愿地将小盒子递给了胖子 胖子忙不连地拆开了一看 顿时是大喜过望 哎呀妈呀 利水鬼呀 看着盒子当中的那一块 劳力式经典款 这胖子兴奋得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看着兴奋不能自己的胖子 爱慕微笑着说道 你从大学的时候就念到这块表 我想着今天你和随管的定开业 正好可以当成礼品送给你 胖子听了是异常的感动啊 哎呀我说啊 真的不枉费 我当年为了你和小管机的细情 忙前忙后啊 到现在 你竟然能够记得 我喜欢什么东西啊 那当然了 要是没有一个好记性的话 我还学什么考古啊 考古这一行业呀 天赋这种东西 无疑是很重要的 但是记性却比天赋来的更加重要 毕竟这个行业 可是需要很多的知识 以及经验累积的 这要是没有点记性 这一行肯定是混不出头 而爱慕是这里边的佼佼者 记性自然要远比别人强得很多 小狗儿这也是鸟枪换炮了呀 竟然都带上万国了 哦去竟然还是领航员呢 哎 这可是扫墓送给我的啊 可逼你那个绿水鬼会捉了 哎 我才不会为了这件事情 跟你争风七处了啊 毕竟小木本身就是你的 你的呀 胖子原本想说是你的女人 可是看到了旁边 爱慕杀意腾腾地看向了自己 她愣是没有将话说完 直接就憋了回去 见状 随管立刻火上浇油 我的什么呀 你想不到说呀 我的什么呀 随管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吧 爱慕恶狠狠地说着 直接用出了和陶静一样的办法来 用手狠狠地 拧在了她的胳膊上 随管吃痛之下 顿时脱口而出 哎我去 你们女人怎么都爱用这一招啊 可是这话也出口啊 她立马就后悔了 胖子听吧 满脸担忧地看了她一眼 至于爱慕 此时的表情就显得 有些耐人寻味了起来 什么叫我们女人都爱用这一招 你这话里面好像大有深意啊 说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女人身手拧过你呀 正当随管满脸善笑地准备对爱慕解释一下的时候 陶静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 说了一句让她脸色大变的话来 随管 好你个混蛋 上次开了我的车 竟然还把车弄弄这么糟 看我不宁死你 卧槽 完蛋了 第二百四十六章 来者如云 看着陶静气呼呼地冲到自己的面前 然后猛地伸出了一只手来 狠狠地朝着自己的胳膊拧了上去 随管的脸顿时就绿了 旁边的胖子此时用着爱慕能助的表情看着随管 觉得自己这哥们今天肯定是死定了 至于爱慕现在的脸也已经彻底的阴沉了下来 一双锐利的眼睛上下打亮着水管和陶静 陶静可是全人不顾四周的异样气氛 他死死地拧着水管的胳膊 恶狠狠地说道 混蛋 我把车子借你看了几前 里面乱得就跟个狗窝似的 什么空瓶子塞料袋 你给我扔了一车 你这是在向我示威吗 我 随管是微微张了张口 可是发现自己竟然无言也对 他的确是借了陶静的那辆兰博基尼开了几天 也确实是比较随意了一点 归还车子的时候也没有去熟识 不过呢 这也不能怪他呀 毕竟哪个老司机开过的车里边 会没有一点垃圾的呢 见随管不敢直视自己 陶静满脸是围的冷横了一声 我等下再收拾你 说吧 他松开了手 朝着不远处刚刚才来的谢坤 走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去商议什么事情去了 等他扬长而去之后 随管这才抬眼看了一眼旁边脸色铁青的爱慕 他的神情有些尴尬 小墨啊 我 嗯 爱慕重重地对他冷横了一声 紧接着也走开了 卧槽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胖子健壮 长叹了一声 我说小管哪 这股多情空于恨呢 随管看着失性大发的胖子 没好劲得瞪了对方一眼 我说兄弟啊 你还有没有点儿同情心了 啊 没看见我都这样子了 你他娘的还有心思来吟试作对啊 这可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那可怪不得别人呢 什么叫我自己造成的呀 啊 我他娘的什么都没做呀 天地可见呢 他对陶静和爱慕两个人 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也什么都没有说 可是怎么眼下搞得 就跟他自己是一个傅心汉一样呢 有些错误啊 就会在这样朦朦胧胧的情况下发生的呀 我看你呀 还是祭求多福吧 哎 我怎么觉得你小子 最近说话越来越有玄机了呀 嘿嘿 没有办法呀 林青啊 就像是一场修行吗 我要是再不赶紧参悟的话 估计这一辈子呀 就只能打光棍了 最近跟古董打交道打得多了 胖子说话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深了 丝毫没有了以往的低级趣味 反正整个人变得高深莫测了起来 让水管都有些看不透了 胖子见水管的目光 不住地往自己的身上扫荡 搞得他一时之间也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这个行了啊 你不要琢磨了 胖爷我的水平啊 是你这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了 等一下你还是好好地准备一下啊 今天咱们这场晚宴 可惜来了不少的社会名流啊 你可得好好地征点气呀 随着白天店铺里边 水管真正实力的体现 于是今天晚上的拍卖会 可以说是众星云集 盛海市所有的社会名流 以及古玩界的一些大拿 都汇聚一堂了 除此之外 甚至还有着一些临时的著名收藏家 以及企业家 也都赶来参与这场盛会 这些人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亲眼见证一番 水管这个刚刚在古玩界 攒露头角的新人 到底有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对于一个能够在小型拍卖会当中 拿出白玉琉璃瓶这种收藏界真品的业内人士 他们纷纷是寄予了厚望 听了胖子的交代 水管自信了一笑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好了 我可不会像今天白天那样 再掉脸子了 这样就最好不顾了 咱们这第一枪啊 能不能打得既精细作 那可全看你这个大老板的表演了 就在这个时候 熊猫眼满脸着急的跑到了水管的身旁 小声的说道 老大呀 这人来的太多了 咱们提前准备的东西 酒水 以及自助美食 有点供应不上了呀 熊猫眼和小文小五这兄弟三人呢 今天的任务就是负责招待过来的这些来宾 这哥仨毕竟混了那么多年了 招待人自然是有着一套的 可是即便如此 眼下也架不住蜂拥而至的人啊 显然 此时的参加人数 已经超过了他们能够应付的最大限度了 哎 那马叔呢 水管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胖子 胖子无奈的说道 他老淫家呀 刚忙的高血压都犯了 哎呀 现在也不及到上哪里 去马药了 哎 你赶紧去跟酒店经理协商一下 让他们派点服务员过来 顺便啊 再让对方通知厨房 让他们赶紧给我加点击什么的 哎 好 熊猫眼点了点头 快步的走远了 不一会儿 水管便看到大厅的门被人一把推开 紧接着 熊猫眼便领着十来个服务员 加入到了招待客人的行列当中 还好咱们是在酒店里边搞得晚会啊 要不然的话 还真没办法应付眼下的局面 水管暗自庆幸地说着 胖子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没错呀 这要是换一个地方的话呀 咱们上哪去找这么多的服务员呢 不过呀 我也没有想到 今天的场面会这么火爆啊 哎 这可惜陶小姐的功劳啊 哎 你可是找了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呢 这一次呀 咱们店铺开业的事情 它可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呀 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对劲了啊 要知道 这个店铺也有它的一份啊 要知道这个店铺 可是有着淘静的股份的 眼下大家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局面 对方能不为了自己的事业操心吗 而且 这件事胖子和马三眼俩人也是知道的 胖子突然戏虐地笑了起来 大有深意地拍了拍水管的肩膀 哎呀 看来你小鸡果然是不上道啊 啊 你什么意思啊 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个东西 极可议会 不可言传呢 听吧 水管恶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 哎 我看你这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 你是在这儿拿我熊开心是不是 胖子健壮 一盆冷水 当着水管的头就浇了下去 好了 你也别跟我兄了 有本事呢 你去找小木和陶靖兄弟啊 水管的脸色顿时再一次变得难看了起来 爱慕和陶靖这次两个人相遇啊 可以说水管是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 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这次不会见面 所以才特意没有将陶靖已经入股自己鼓完垫的事情 告知爱慕 可是这当场的危机才刚刚化解 这另外的一场危机却又出现了 眼下的水管还不知道怎么去跟爱慕解释刚才发生的这件事呢 毕竟陶靖刚才和自己的关系是有那么一点太暧昧了 哎呀 这个做男人难呢 做个专情的男人就更难了 见水管表情有些异样 胖子没有趁机再落井下石了 而是神色凝重的说道 好了 马上就要七点了 我还要准备一下呀 等一会儿还要上台去演讲嘞 原本呢 这个发表讲话是水管这个大老板的任务 可是鉴于对方白天在店铺里边的表现 胖子等人是绝对不会再让他上台的了 免得到时候又再一次掉链子 对于他们的安排呀 水管倒也是乐得如此 本身他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能不社交 尽量就不社交 这边胖子呢 在整理了一会儿妆容之后 拿着一张小纸条 就穿上了擂台 第247章 牛大春的盲 各位亲爱的来宾啊 今夜我在这里向你们自己最诚致的问候 谢谢你们能够在百忙机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本店的咖夜酒会啊 擂台上的胖子说到这里微微一顿 紧接着朝着台下的贵客们鞠了一个躬 引来掌声以及叫好声无数 紧接着他又说了一些场面话 无疑是那些陈词烂调 听得台下的水管是昏昏欲睡呀 胖子慷慨激昂的说了十来分钟 终于在一阵欢送的掌声当中走下了擂台 眼下的时间呢 才七点半 距离拍卖会拟定的八点召开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所有的人呢都对此抱着无比期待的心态 在这段时间当中 水管百无聊赖的在尝着自助餐 刚才在胖子讲演的那段时间呢 他也尝试过去跟爱慕聊一聊 可是对方啊根本就不予理会他 显然是有些生气了 对此水管也是无可奈何 陶静眼下也没有啥功夫排着他姐妹 而是排着谢坤在应付着一帮古丸界的大佬 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随先生啊 文言水管回头看去 只见来人是那大名鼎鼎的牛大春 见状他赶紧笑脸相迎啊 牛老板 幸会幸会啊 这个牛大春啊 今后只要是不出所料的话 那么绝对会成为随管鼓玩店的大主顾 毕竟这个人对于瓷瓶这一类的古董 那是十分有收藏爱好的 哈哈哈哈 幸会幸会 不敢当啊 倒是你让我有些大感意外呀 随管知道 对方所说的这个意外呀 多半就是知道白玉琉璃瓶的事情了 于是他不动声色的笑了笑 哎 牛老板啊 过来找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啊 啊 没有别的事情啊 只是单纯的 想和你这样的青年才俊认识一下呀 有好 跟牛老板比起来 青年才俊这四个字 我可是受之有愧啊 牛大春呢 今年也才不过三十五六的样子 占如此的年纪 就能够拥有十几家上市公司 这才叫真正的青年才俊 而随管和对方这么一比 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如果不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开启了那一幅古画蕴含的秘密 或者呀 他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和这等大人物产生任何的交接 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接受对方的吹捧来 对于自己几斤几两 随管自己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啊 见随管如此的妄自菲薄 牛大春纠正了一句 哎呀 此言诧异啊 正所谓树叶有专攻 我虽然在商业领域有着一定的威望 但是在古玩戒之中 跟你这种大收藏家比起来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呀 说实话呀 随管只是跟他短短的交流了几句 但是却已经被牛大春 那令人如沐春风的说话风势 给滋润的不要不要的了 今后 要是谁再跟他说 语言不是一向天赋的话 那随管保证上去一巴掌呼死他 牛老板谬赞了啊 在下可是愧不敢当啊 面对着牛大春的盛赞呢 随管是难免谦虚了起来 牛大春微微一笑 继而开门见山地说道 随老板呢 其实我这一次过来找你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想要和你商量的 找自己有事要商量 随管的脑海当中 顿时就蹦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来 以牛大春的身份和实力 有什么事情需要自己帮忙呢 难道他是 一念至此 随管赶紧笑了起来 牛老板呢 我知道你对白玉琉璃瓶 仅有独钟 不过你也知道啊 这尊宝瓶呢 我已经将他拿出来 当做今天的拍卖品了 所以 随老板您误会了 我是要跟你说的这个事啊 学妃是这个呀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顿 紧接着满脸傲然地说道 虽然我牛大春是一个粗人 但是也知道规矩就是规矩 又怎么可能让你为难呢 听到这儿 随管满脸歉意地 看了一眼牛大春 不好意思啊 倒是我先入为主了 没事没事啊 其实我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你啊 请说 如果我能帮得上忙 绝对不会推辞的 能够和牛大春这样的 大富豪拉近关系 随管自然是不会放过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更何况啊 对方一直以来 在盛海的商界 名声就十分的好 估计也不会让他 去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 帮帮忙 倒也没有什么为难的 牛大春见随管 毫不迟疑地 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他的表情 顿时就变得兴奋了起来 啊 是这样的 原来 他是想让随管 陪同他一起 去参加高耀国 当地的一场拍卖会 那场拍卖会上 据说呢 会拍卖一件 摇便星辰晚 那可是一件 价值连城的宝物 估计最后的市场成交价 不会比随管当时 在松江市拍卖的那件 白玉琉璃瓶底 毕竟 那可是宋朝定谣之中 唯一的一件 摇便针品 其珍贵程度 是丝毫不雅于 青花瓷的 古往今来啊 各地的瓷窑 都会出现 许许多多的残刺品 这些残刺品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摇便 从而变得一文不值 可是有一种 令世人惊叹的美 也正是出现在 这些残刺品之中 摇便星空碗 顾名思义 这个碗 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种 类似于星空一样的图案 虽然随管没有亲眼见过 这高耀国的这次拍卖会的那只碗 不过他曾经有幸 在故宫博物馆 看到过被收藏的另外一只 摇便星空碗 其上覆盖着的精美星空图案 令他至今无法忘怀 牛老板啊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为什么会找我来陪同你 一起去参加这场拍卖会呢 这都是因为高耀国那边有过规定啊 那场拍卖会之中 所有前去参加的人 都必须要有一个收藏界大手随统 方能够参与啊 收藏界大手 随管一愣 随后苦笑了一声 我估计啊 我还不够资格吧 开什么玩笑啊 华夏古玩戒的大手啊 虽然不算是凤毛麟角 但是此时的随管 明面上的实力 是远远配不上暗中称尊的 这样的响亮名头啊 估计也只能安插在张德财 谢坤 以及艾云等人的脑袋上了 当然了 这只是硬实力上的比拼 如果要比软实力的话 估计这些人加起来 也不是随管的对手 毕竟 他背后可是有着整个 二元仙玉 作为靠山的 可是这些事情呢 随管自然不能够在外人的面前展露啊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牛大春 却摇了摇头 飞也 飞也呀 随管饶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而是等待着对方接下来的回答 高耀国那边的要求 参赛者所带的鼓丸收藏家 必须要近期出手过一件顶级鼓丸的存在 所以你的身份 无疑是最适合的 牛大春笑颜颜地看着随管 一副我这次的同伴 非你莫属的神态 随管满脸恍然地点了点头 哦 原来如此 随老板啊 那我的忙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下个礼拜 听到这话 随管思考了一阵 眼下呀 店铺已经开业了 他最近呢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干 正好可以陪着牛大春 去一趟高耀国 好好地增进一番眼睛 一念至此 他便答应了下来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牛大春兴奋地直搓手啊 紧接着他自顾自地说着 随老板 你放心啊 不管我最后能不能收获那只 摇遍星空碗 我最后都会给予你一定的报酬 就当是你的辛苦费了 第248章 大小姐的算计 牛大春是一个大方的人 这一点 整个盛海市和他合作过的人呢 都是知道的 对于对方的热情 随管自然是不会拒绝的呀 还是那句话 谁会嫌自己的钱赚得多呢 两个人达成了合作共识之后 又闲聊了几句 紧接着便各自离去 晚上八点 随管如期而至地站到了台上 紧接着周围的灯光一按 众人先是夜惊 直接又是一喜 知道今天的重头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万众期待之中 舞台上的一盏聚光灯 突然亮了起来 灯光凝聚到了随管的身前 咳咳咳 随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此时他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毕竟啊 被那么大的一盏聚光灯照着 他都热得要冒汗了 可是即便如此了 他却还是装作一副风清云淡的样子 缓缓地说着 想必各位啊 早已经等不及了吧 说吧 随管台眼环顾了一下台下的宾客们 见在座的各位都是一副翘手以盘的样子 他微微一笑 也就不再继续掉别人的胃口了 免得等一下 被臭鸡蛋烂菜叶给轰下台下 等一下 工作人员呢 会把后码牌送到各位的手中 这可是咱们接下来拍卖会上 叫价必须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领到的可以去相关人员那里 询问古判一张 毕竟啊 今天晚上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准备的也不够充分了 话音刚落 台下的胖子已经带着十来个服务员 开始将客人们发送号码牌了 一会儿过后 胖子盘问了一下服务员们 见众人都对自己点头 紧接着 他也就对舞台上的水管点了点头 水管见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回过身走到了舞台的边缘 将提前准备好的一块展示台给端了过来 紧接着又找了一个类似于讲台一样的东西 将它放在了展示台的旁边 他拿起了提前准备好的小木锤 重重地在上面敲了几下 行了 咱们废话也不多说了啊 拍卖会正式开始 说吧 水管就跟变戏法似的 凌空就拿了一个造型古朴的小瓷瓶 将其放在了展台上 顿时啊 台下就有人惊叹了 哎呦我的天哪 留金发廊 这可不是一般的留金发廊啊 从造型上推断 这应该是公平之物啊 水管一出手就非同凡响 这仅仅是今天晚上的第一件拍卖品啊 这就已经是这样的规格了 可想而知 后边拍卖会的惊人程度 这顿瓶子呀 我也不过多介绍了 毕竟今天晚上能够出现在这里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那么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底价500万 每次叫价不得低于20万 说吧 水管手中的小木锤再次敲响了起来 紧接着台下竞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不过短短的片刻时间 留金发廊瓶的叫价 已经来到了700万了 可是即便如此 依旧有人在乐死不疲的出着价格 毕竟这个瓶子的市场价值 可要远远高于700万 最低也是上千万的东西啊 又过了五分钟啊 水管一锤定金 将留金发廊的最终成交价 拍板在了1060万这个价格上 足足比市场价高出了60万 其实这也是拍卖会上面的一种普遍现象 毕竟啊 人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都是会上头的 只要一不小心上头了 难免就会冲动了一些 不过区区60万的溢价 却也不算什么 随后啊 水管又拿了几件 和留金发廊差不多等级的拍卖品 拿了出来 将大厅之中的气氛 活跃的一场火棒 短短不过七轮的拍卖之后 水管已经净赚将近一个亿了 见气氛已经活跃的差不多了 他决定拿出一轮重磅拍卖品 看着各位如此踊跃参与的场面 我是看得十分欣慰啊 为了能够让你们也欣慰欣慰 所以接下来我准备要拍卖这个 说吧 水管一抖手 直接从储物袋当中 拿出来的唐三彩 放在了展示台上 顿时台下的人群被疼了 张德财见状 戏虐的说道 这小子 如果不是亲自和这小子交易过几次 我都忍不住地要怀疑 他是个防造商了 谢坤也苦笑了起来 水管这段时间呢 不知道总共出手了多少件唐三彩了 正是因为他的举动 所以最近唐三彩的市价 已经是一路往下滑了 原本的古玩市场上 一件精品唐三彩 最低的估价 也绝对不会低于一千两百万 可是这一会儿啊 因为水管的出货实在是太多了 从而导致这个东西的市场价格 整整跌了两百万 一千万起牌 每次不得低于五十万的加价 华银刚落 水管目锤连敲 一千零五十万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慢悠悠地举起了牌子 一千一百万 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说道 一千一百五十万 一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美女 将自己那洁白的手臂举了起来 可这价格到了这里的时候 明显就有些窜不动了 台上的水管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啊 眼下他还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最近举动 从而导致唐三彩成交价一路走低呢 他还自信满满地以为 这件唐三彩经过几轮拍卖 怎么也得把价格拉到一千五百万左右的样子呀 可是他娘的 这是咋回事呢 满脸疑惑的水管 将手中的小木锤敲了两下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吃大亏了 准备敲第三下的时候 终于有人再一次举牌了 一千两百万 水管听吧 精神一震啊 他赶紧看向了那名救苦救难的好哥们 这一看之下 他顿时一愣啊 原来这个举牌子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将他当成了自己孙女婿的桃源老头 今天的桃源呢 依旧是坐着轮椅来的 不过神态上看起来 已经比当初要强了不少了 整个人精神奕奕的 就连举了半天的手 都没有丝毫的颤抖 一副年富力强的样子 就在桃源报价没有多久 那一位晚礼服美女 也是气呼呼地再一次举起了自己的牌子 一千两百五十万 卧槽 桃源淡淡的爷笑 不甘示弱地再次报价 紧接着他俩就开始上演起了窗簧 你来我往的争得寸步不让 一千六百万 经过几轮之后啊 桃源面无表情地将价格拔到了一千六百万 美女丝毫没有被她这个价格所下退 而是直接加价一百万 一千七百万 看到这里 所有的人都开始窃窃私语了起来 我说 这女的什么来头啊 竟然敢跟桃老爷子相争 嘿嘿 孤落寡文了吧 这可是慕容家刚刚归国的大小姐呀 他们两家啊 本身就是竞争对手 自然是要龙争虎斗一番啊 啊 原来如此啊 这个美女竟然是慕容家的大小姐 怪不得有底气和桃源一争到底呢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慕容城的亲姐姐 叫做慕容飘雪 她刚刚才从美丽间留学回来 碰巧听到朋友说 今天晚上拍卖会的事情 慕容飘雪原本正仇认 没有机会跟圣海市的大佬们 宣告一下自己回来的事情呢 眼下这场盛会 自然是不会放过的呀 现在和桃源之间的争夺 也是她早已经设定好了的 她今天晚上早就等着 拿桃家的人开刀了 桃源是何等精明的人呢 她哪能够不知道 自己这是被慕容家的小妞子 给利用了呀 不过 作为老一辈的巨头 她可不准备 在晚辈面前认出 于是 她也学着慕容飘雪 直接加价一百万 一千八百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